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通过否定打压 来宣现情绪 直到那天 我才意识到 我做过了 我觉得现在很悲哀 老公 对不起 你的话连行了我 掌声有请被制线人杨泽金 葡萄老师好 你好 三位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请坐 好 谢谢杜老师 七次来感谢你 我觉得现在很悲哀 是谁说的 对的 对的 是我说的 我对他说的 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因为我感觉前段时间 他一直对我的一些想法 做的一些事情都是反对 都是打压的 导致我现在做任何事情 说任何话 都会怀疑自己 我这件事情做对了吗 我这句话又说对了吗 但是今天我觉得他来给我道歉 同时我也要给他道歉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以前 我因为比较直男说了一些话 可能对他也造成一些伤害 所以今天我对他也应该道歉 所以那个悲哀到底是说你还是他 还是你们俩 应该是我们俩 掌声有请今天的志切人赵美军 董老师好 三位老师好 大家好 请坐 谢谢董老师 他的眼神是那种什么感情色彩都没有 就是刚刚听到我老公说的那些话 我就陷入了沉思 就是在回想过去的那一段时间 确实在反思自己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从哪说起 我为什么会来 就是想跟我老公说声对不起 就去年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 就是因为我之前总是去否定他 他有什么想法 我就说我觉得这个不好 你为什么要否定他 可能跟我刚开始跟他恋爱的时候 有点关系 刚开始恋爱的时候 他就是有点直男的性格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2015年的时候认识的 我们认识的是因为我们去参加一个学习 叫世界级大师训练营 我跟他谈恋爱的那一会儿 还刚刚是热练期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参加比赛 比赛结束了之后 不是就要分开了吗 他在成都 我在乐山 然后我就要回乐山去了 然后他就送我到成都西南门车站 去坐汽车 那一路上 其实我的性格本来就是打打念念 喜欢说话的 但一路上呢 我就一句话都没说 十多分钟的路程 我就沉默 我就是想看他到底要说什么 他会不会说我想听的话 你想听啥 我想听他说捨不得你啊 我会想你之类的 他没说什么 到那个西南门车站那个大厅 都进大厅了 他才憋了一句话 什么 他说你先回去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哦呦呦 这话说的好 这话说的好 就是觉得他怎么说这样的话 什么意思 我就质问他 我说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最后都是会分开的 都是会分手的 对吧 他说不是那个意思吗 然后他就解释 当时我想的是 不要让这个氛围那么尴尬 那你这话不是更尴尬吗 对啊 当时就是太直了 我不知道当时大楼短路了 突然冒出这一句话 其实你想表达什么 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 让这个氛围不要那么伤感 没关系 我们后面很快就可以见面的 不要那么懒受 这时候再来一次 你想说啥 没关系 我们后面很快就可以见面的 而且每天我们都可以视频 可以聊天 这可以是吧 还有什么直男的表现 比如说啊 我回乐山一个多月了 然后呢 他工作也忙 我就说那我就去成都去看他 那到成都车站的时候呢 他就来接我 那接我的时候 我看到他圆圆二三十米的时候 我就在幻想 他会不会像我看的那些 言情剧一样 来加快步伐 或者跑过来 张开双臂给我一个拥抱 但是呢 他不仅没有加快步伐 他还慢吞吞的走过来 然后快走到的时候 我观察他的表情嘛 我看他的表情 根本就没什么变化 那就看不出来他是开心的 然后我就想 他是不是就不够喜欢我 然后到回去的路上呢 他跟我一起走在马路上 我就说今天我感觉成都好冷呀 然后他说 不觉得呢 我觉得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还好啊 不能啊 我心里面就有点生气嘛 就是说我冷的话 你就脱下外套给我穿一下 或者说你就搭我的肩膀 让我暖和一下不就好了吗 所以我们经常为这种小事情闹矛盾 然后就会冷战 那后面我才知道 其实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外面比较冷 就像那个茶壶里面煮饺子一样 他有 但是他倒不出来 他的内心已经波涛汹涌了 但是他就表现出来好像就没事一样 比如说我们去广州一起工作啊 因为 他呢就是在15年年底过年的时候 本来他是在成都 我是在那山的 大年初五的时候 晚上他会打一个电话 他说现在广州有一个机会还挺好的 那他那个就是做记忆培训的工作 然后底薪呢是一万 当时我想他才毕业大半年 那有这样一个机会 待遇也不错 也是他喜欢工作也不错 然后他又问我 你怎么想 我说这个机会确实好 那你去 他说那你呢 我说我爸妈在那山 我不想走远 对你应该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当时没想到这句话去 拿这句话去哏他 我就说我真实的想法就是 我爸妈战斗上嘛 我就不想远离父母 那你去了还没去吗 我当时就把电话挂了 我说我不去 我挂了之后 我就在床上就睡不着嘛 翻来覆去了 我就想 那个会儿我们才谈恋爱三四个月 我就觉得如果他要去了 那我们感情基础本来就 不是太扎实 他如果一递了 他又不太会表达 那么可能我们后面真的就是散了嘛 你有那么喜欢他吗 我刚开始很喜欢他 他哪好嘛 他一看就很老实 就觉得要是跟他生活在一起挺好的 挺安心的一种感觉 去了没 最后我想三天 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说 嗯那我就陪你一起去吧 嗯就去了 不说要陪爹妈的吗 就是当时那会儿 就因为自己也挺喜欢他了嘛 然后我就想陪他一起去奋斗 爸妈的话他当时承诺我说 去两三年就回来 嗯 我就说那也行 暂时跟我爸妈分你两三年 我就想为了爱 就跟着他去广州 那么他如果对我好 那就是值得的 对吧 那好不好嘛 就是有一点不好 哪不好嘛 比如说我们一起去上班的时候 坐地铁的时候 嗯 他就像这样 你看着我这样 嗯 哎 你的皮肤怎么这么黄呀 嗯 我一听我就想 嗯 因为我在我家的时候 我爸爸小时候也说这样一句话 嗯 然后我就 就其实就挺挺生气的 然后当时我就回复他 是地铁上面这个光线不好 然后他还会说 比如说我们约会的时候啊 然后我就是不小心 我大大捏捏的嘛 不小心坐过了站 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等了我十多分钟 我到的时候他就会说 你怎么这么懵啊 他可能就陈述一下 我一个事实嘛 然后当我听到就感觉 好像又是在嫌弃我 他慌不慌 无论他慌不慌 在我心里他就最美的 最漂亮的 这个是这些心话 当时是这样的 我确实我感觉当时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上这么低 当时我说这句话 就是很随心的 没有经过大楼思考的 你觉得是白老师漂亮 还是柴老师漂亮 都漂亮 你看你应该说我老婆最漂亮 对这个是 对吧 随便下个套他就上 你知道 对我老婆最漂亮 然后甚至就是那段时间嘛 我要就是因为工作原因 要学个魔方什么的 然后我想提速 公司就只教我这个初级的 初级的方式 我听说那个玩魔方 玩得特别快的人 其实是记忆 对 他有算法 对 他不是靠技巧的 是的 完全是靠算法在记忆 对 然后上班的时候 我们一路上的时候 他会教我 然后我学会了 我也念习都会 你觉得他会 是不是你还有点小崇拜 对 是吧 是的 就这个是憨憨的样子 他就很快 他比我快多了 然后我就想跟他学习嘛 他耐心的教你吗 就是不太耐心 然后导致我爆发了 他上午教我一个公司 我学会了 下午下班的时候 我在练习的时候 我又不会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 就是你这个步骤 这个公司是什么来的 他就说 你怎么这个他还不会啊 这么简单你都不会 我就觉得我就是傻子 感觉我只想被侮辱了 他哪怕是把这个话转一下 你个小笨蛋 对吧 这都不一样是不是 对了 是的 说一句 小笨蛋 这都不会 他没这么说过 好听 好听啊 他要当时这么说 我就开心了 我就不会爆发了 那你就变得比他厉害不就行了 对 当时我大哭了一场 我就觉得 不就觉得我没有价值吗 不厉害吗 那我就变得跟你厉害 就是我一个好朋友 他发了一句朋友圈 我就当时觉得是对的 哪句 强大自己 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 然后我就想 是的 我现在就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他不是感觉他嫌弃我吗 那我就强大我自己 让我自己变优秀就行了 那你后来变得比他强了吗 刚开始变得跟他差不多吧 我还是没有他那么强 但是比我以前好多了嘛 然后我就申请挺心牛直嘛 我就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面 就在那个八平米的那个小屋里面 那我 专心专意学技艺是吧 是的 专心专意的去训练 就是想突破自己 然后早上七八年起来 起来之后呢 我就开始训练 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 如果放弃了 他肯定瞧不起我 我就一定要坚持 嗯 然后到晚上十点钟左右才睡吧 然后终于三个多月之后 然后我去新加坡 参加世界纪纪紫妙赛 就获得了纪纪大师称号码 哦 当我获得了之后呢 刷朋友圈的时候 我发现他把我发朋友圈了 他发的是 恭喜赵大师如愿以偿 我当时心想 哼 现在发我朋友圈 还是以一种骄傲 也小骄傲的这种语气来发 看来我这种努力 变成功 哎 有效果 这种方式制他很好 当时感觉是的 是吧 这是第一次夸你吧 第一次在那个算是 比较公众的场合夸我朋友圈嘛 你是什么大师吗 对 我是特纪纪大师 比世界纪大师 再高一个级别 最高是什么 最高是世界特纪纪大师 你要差一级 对 你差几级 我差两级 我就比他矮一级 你还是比他矮一级 是的 我就觉得 我虽然拿到 纪纪大师了 然后也是成功 第一部体现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他强 嗯 我就想拼那个比赛的 那个技能水平 我肯定是没有他厉害 嗯 他当时是他们那个公司的总监吧 就专门陪 想学这个的人 可以到这来学 对 然后我当时想他是 部门的总监 我当时只是一个讲师 嗯 那我就努力跟他职位差不多呗 嗯 然后我就一步一步的从讲师 做到了这个部门经理 然后出差的时候呢 我就经常就是故意不联系他 嗯 他要跟我打电话 我就说工作忙 确实是因为工作忙 然后呢也也想等诺一下他 就是想看一下他是什么样的反应 嗯 有一次我记得我去北京那边出差的时候 他一天给我打十几个电话我都没接 嗯 那天就刚好就是我忙的时候 哦 然后我看到呢 我我其实也有点故意不回他 而到晚上十一二点钟的时候 他就忍不住了 他打电话给我出差 一起出差的同事 他说美军他在那个地方还好吗 他说还好啊 然后他就说那把电话给他 啊电话里面他就很着急 就说为什么你出差的时候 怎么两三天都联系不上你 我说哎呀是因为我工作 这边真的是太忙了 早上七点给我起来到晚上十一二点 他说你这样我都很担心 他是那么一说 当时我就开心了 开心了啊 对我就想嘿我达到目的了 我就是想看他能不能够就是 像这么着急的那紧张一下我 就是看一下他的反应 就是有点小女生的那种矫情嘛 不矫情不矫情很正常 拿张纸过来我真要考一下他们的记忆 看两人谁强 我来无序的写四五十位数字 给他们俩看一下 最后看他们到底谁记得更准 思不思计 就写这么多吧 四行啊四行啊乱写的啊乱写的啊 你要几分钟记忆 那我们争取在一分半钟之内 一分半钟之内是吧 来倒计时啊准备啊我我你我叫你们倒计时啊 一分半钟开始啊 好 开始 证明你的机会带来了 可以了可以了是吧 这多少秒 五十三秒是吧 好给他一分钟吧 他不是比他低级吗 嗯 来开始 我们看一下世界记忆大师到底是不是吹的 那这完全没有顺序 第二逻辑都没有啊 给我吧 看样子不行啊 这样啊因为是两个人同时开始证明嘛 我们每四位每四位停下 好来 来 来第一个四位 7 7 6 3 1 0 1 0 2 3 5 9 7 8 5 6 1 2 0 4 7 0 7 8 6 2 017 017 017几 3 3 好来1173后面继续 你赢了一分啊 嗯 1 4 5 5 5是吗 7 接下来是 7 1比1 好 再接下来 1 3 2 4 8 0 0 4 4 3 0 5 7 0 6 5 6 1 对吗 不知道 你看 她差很远 她最后一行基本上没记下来 她几乎是对的 她就少了个0 差一级就是差一级 是比她差一级 啊 承认哈 那我在这方面比她差一级 我可以在另外一方面 赚的比她多 有一段时间 赚的比她多 其他时候都是她赚的比我多 多多少 当时就多个2倍吧 她总监呢 你经理啊 你赚的比她多 后面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公司关掉了嘛 哦你们是两家公司 不是在一家公司 不在一家公司 然后呢 那我们就去到全国各地去讲课嘛 嗯 然后当时呢 我讲课呢 就是听了人多一些 嗯 每个星期大概有一两百人来听课 她当时去合作的那个机构 每个星期来听课 就大概二三十个人 她回来一跟我说 我就说 你找的什么合作方呀 怎么 每一次 来那么少人来听 他们实力不行 你不要再去讲课了 然后她一听就不开心了嘛 嗯 她说我去了解他们 只是在转换的时候嘛 在后期勃发的时候 我了解他们那个负责人 能力也不错 他们团队的凝聚力也不错 我说那叫不错吗 那以这个结果说话 就你处处都像一个老大一样 就是那段时间确实是这样 现在我想一想 我自己也烦 如果她是那样我也烦 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意识到 她这样说你舒服吗 说实话肯定不大舒服的 嗯 就不过我感觉我没想 做一个什么事情 嗯 为什么不能去积极的鼓励我呢 啊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一想 我觉得对生活上 工作上这些事情 只要我 执着去争个输赢 那就说明我已经输了 呦 这句话很有哲理哦 当我执着的去争目的的时候 对 结果的时候 其实我就已经输了 对 真输赢其实我就已经输了 为什么呢 赢就是赢在这一件小事上 嗯 但是你输是输在夫妻之间 家庭之间的合目上 啊 那你有没有反驳她呢 这个条件反是会反驳 啊 但是冷静下来思考之后 哎 就是我也想了一下 就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 其实她让我去合作一些更大的平台 啊 有更多的一些机会 更多的成长空间 其实我觉得她说的应该是对的 你们是竞争对手是吧 对 她会用一些非常规的方法 窃取你的商业机密吗 呃 会 他们有一个客户来考察了我们公司 觉得还挺不错的 然后她去考察他们公司 因为平时生活交流中 一些公司的一些事情 我就会给她说 说了之后 然后她就去给了个客户说 说我们的一些 可能不是那么好的地方 说了之后她就把这个客户给挖住了 说坏话 原来你是个这样的人 当时是因为公司逆场的原因嘛 确实公司是竞争公司 我不可能就是围着别人公司说好话嘛 那个客户来考察的时候呢 我就跟她讲解课程 讲解完了之后她还挺满意的 她就拿话来问我 她说哎 我去考察另外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有一个特级技大师 她比世界技大师更厉害 是不是 我说是的 她说那你们有什么优势呢 我说 我是她老婆 我当时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我心里面想 说她呀 那我太了解了 我成熟再熟 这单我一定要定的 我就说 那你去他们公司 那肯定不是她跟你讲 那到时候你要申请老师 到你们当地去讲课的时候 而我们公司几个 那肯定保证有一个技技大师 到你那个地方讲课 效果不错 但是她呢 就只有一个技技大师 那她可能忙不过来 你看你上次去的时候 她就不是她跟你讲的吧 她一听还觉得 好像是这样 当你这样作为竞争对手 有无止境地说对方坏话的时候 你觉得你们还是夫妻吗 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我就是 就不是以夫妻的身份了 就是以公司的一个员工 优秀员工的身份了 这女人一怀了孕 是不是这记忆力也会退化 是 刚刚不就是表现了吗 所以你开始肯定不愿意怀孕 一开始就是不太想怀孕的 因为我还想在事业上面 再去争议着 是因为我们结婚没多久 我去检查一次体检的时候 发现我长了一颗暖残囊肿 暖残囊肿的话 超过5厘米就要做手术 我刚好就是卡在5厘米上 我就问医生 我这个怎么办呢 有没有药可以吃 她说那个吃药没有用 只有做手术 但是呢 你做手术之前 如果你考虑要孩子 她说我看你都30岁了 如果你考虑要孩子 你就赶紧生 能生赶紧怀 我一听我就想 那我还是以家庭为重 那我就被孕 那我就辞职了 辞职以后呢 其实心里面也是有一些委屈的 准备回来说 我要先调整好我的身体 先把那个暖残囊肿治好 我就爱揪 然后在家呢 就跟她做做饭 洗洗衣服 就是做多的这些活吧 我就感觉没有在工作当中 能体现我的成就感 有价值 对在工作当中 那领导他会认可你 同事会夸你 然后我们那些 来上课的学生也会夸 但是这个家里面 那些事不是我擅长的 我不太擅长做饭 洗衣服打扫卫生 但是他那个时候做的 比较好的一点就是 他回来看到 我刚刚做做好饭 他吃不管我做的如何 他说嗯这个好吃 嗯 但我心里面当时就想 哼不就是要忽悠我 继续跟你做吗 然后他也看了 我跟他洗衣服 他就说 哎我觉得 我看到你跟我洗衣服 这是挺温馨的感觉 这才是一个家的样子 而不是两个人都出去打拼 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么正向的 然后给我提供 一个情绪的价值嘛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 还是心里面有点委屈 不舒服嘛 只要他有一些不满意我的地方 我就给他吵 他找了你什么麻烦 比方说 我可能比较晚回来 他就说 你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每天都那么忙啊 能不能早一点回来啊 等等的 就这点麻烦 还有一些小的事情 都不怎么去记 所以这些小的事情都不 又又又又 这会儿情商变高了嘛 对 都已经忘了 现在已经忘光了小事情 你记忆大师 你能忘光 谁信 选择性的遗忘 到底啥 那我在家被孕 压力也有点大 对吧 这个时候 我就会去找他的麻烦 我就说 哎 那我看到有些人他不孕不育 那如果我也不孕不育 我怀不上 你是不是就要跟我离婚啊 他说 你怎么这么说呢 肯定不会啊 然后他又说 如果我不孕不育 你是不是会选择跟我分开啊 我说 不会啊 他说那不就得了哟 然后他就安慰我说嘛 他说你放宽心 顺其自然 这个东西 我们不着急 慢慢来 然后没想到就 没过几个月 我就怀上了 嗯 怀上了之后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那么快就能怀上 我都觉得我身体的原因 可能还要怀很久 那怀上了之后 正好是他们公司联会 然后我就过去 作为家属呢 然后去参加 当晚喝一点酒 然后就肚子痛 搓一点血 我就觉得不对 我就去医院检查 医生就说 你就是怀孕了 但是现在呢 是先造牛产 我就没经验嘛 我就不知道先造牛产 然后他就让我多休息 我就以为这个先造牛产 就是牛产了 我当时就很难受 我就抱着他大哭一场 我说怎么办 这条人命就没了 我还没有足够好准备迎接他 他就没了 他说你不着急 我先查一下 网上查一下先造牛产 什么意思 他就查一下 发现说 先造牛产 只是说有这个征兆 你只要好好的休息 就能够保住 然后我才明白 原来是这样 然后我就回到家 他就说这样 我不出差的时候 这些家务 你都不用做了 我来做饭 我来洗衣服 然后他就包男的家务 我就闲下来了 那人一旦闲下来 就会可能更会挑事了 就会多想 他出差的时候 然后我就要插岗 我就可能就要跟他视频 我说我看看你跟谁出差 男老师还是女老师 然后我一看到他穿衣服稍微好看一些 我说你穿那么好看给谁看呀 他说我这出差要去讲课 肯定要穿的像样一些 然后我看到如果他是在酒店房间的时候 我说我看看你是不是一个人呀 你把你的手机转一下转一圈给我看一看 他也比较老实就转一圈给我看 这其实都还好啊 但是有没有造成他工作上的损失 有 虽然我放心他 但是我就在跟他挑事 然后就是因为我这样挑事 他跟他一起出差的几个老师 然后 都不愿意跟他出差 不愿意跟他一起出差了 然后他就损失了一些工作机会嘛 这一点我确实就做得很不好 你们生了几个呀 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 我们大宝就生出来了 然后到去年儿童节的时候 我们又生了二宝 第二胎顺利吗 第二胎 怀的时候挺顺利的 那我马上就要生第二胎了 就希望给两个小孩 更好的一个条件嘛 然后在一丁呢 就有一个工作机会 比我们当地 比在那个成都的待遇好多了 他就想去 我又想阻难他 但是我也 理性上来说 我也知道 他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庭好嘛 但是感性上来说 我就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因为我马上我就要生小孩了 然后我就怕我一个人 管两个小孩晚上睡觉的时候 这个哭那个闹 我就管不过来 他说那那边催我过去了 那我要过去工作行不行 我就不说行不行 我就哭 然后到后面他又问我的时候 我就说那你想去就去吧 我就是这样有一点 带生气的说 他说不是我想去就去 我要征求一下你的建议 然后我说那你就去吧 然后他就真去了 去了之后 我也能够理解嘛 但是心里面 还是有一点委屈 我还是希望他能多陪一陪我 那段时间去揽成工作 其实我也是很舍不得的 因为他一个人 又要生小孩了 所以我就是 内心也很纠结 也在征求他的意见 看到底去合适还是不去合适 如果不去的话 我相信一带程度就是兼职 兼职就没有太多收入 但是去揽成那边 就有更多的一些机会 所以为了家庭 或者为了两个小孩的 这个以后生活得更好 所以还是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但是你能理解 他需要陪伴的想法吗 完全能够理解 那你是生孩子多久之后 就恢复了工作呢 大宝9个月的时候 我就想重返工作了 去实现我自己的价值 然后我找的那一家合作的公司 合作还比较顺利嘛 然后当时拿的工资 就在那一段时间 比他高 比他高 所以我就 牛气了 企业更顺了 我就心想 我又工作 又带小孩 你什么时候要听我的 家外家内都需要我 我就是想彰显一下自己的力量 你怎么彰显的 你怎么彰显的 人家哪打压你了 我感觉实际上 人家只是直男嘛 就实际上 你说你怎么打压他 来吧 那段时间 然后他就是接到那个活嘛 不如我的那个活 我就说你的什么眼光 他都什么合作方 不要再去了 他就解释说 人家对方还是可以的 不要看现在 要看以后 我当时说 就用现在 现在用结果说话 他听我这么一说 而且他每次一去 我每次都抱怨 他就不去了 那在家里呢 在家里面的时候 他只要有一点 做了有一点 不合你的地方 有点不好的地方 我就要说他 比如说他看一下手机 他其实没有什么 其他的不良爱好 他也不打游戏 他就看手机玩象棋 我就觉得他不能闲下来 你要么就陪我 还陪我 要么就是帮我带小孩 要么你就是忙工作的事情 当时他就在那个地方 玩象棋 我说你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再看看 线上有什么工作机会 你说过的最难听的话 是什么 可能我不太自知吧 他说过最难听的话 有吗 没有最难听的话 只有更难听的话 对 其实我们俩 都有一定的底下和原则吧 都没有说出那个 让对方很难受的话 你那段时间不反抗吗 会反抗 当这种小事情 每个无论是工作上 生活上 当这种小事积累多了之后 就会爆发 你爆发了 对有一次 就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兼职 相对来说 时间比较空闲一些 到那个时间 我就准备背新华字典 背新华字典 哈哈哈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能够背新华字典的人很少 我觉得背了之后 就是我的一个 独特的一个亮点 因为优势了 以后可能去 无论是展示啊 还是上课啊 你还不如背电话黄页呢 对 薄一点的也有 也背了好几本书 我就打算背新华字典 然后他就 我大家同意 他说你有这个时间 你还不如去准备一下你的课程 你练一下课 做一下课间练练课等等的 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因为加上前面的很多小事情 然后就爆发了 嗯 那个时候感觉就积累太多了 然后就说了一句 我说 我说为什么 我想做个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总想说一个话 你都要反对我 嗯 能不能支持我 那时候我就爆发了 我就冒出一句 我觉得我现在真的过得很悲哀 嗯 就这句话就这样说出来 然后还有一句 还有一句 比较重一点的 什么 我现在我就觉得我很后悔 和你在一起 但是我那后面四个字我没说 我就说了一句 我现在我觉得我很后悔 没说完 当时想了一下 不能太过 对 还是刹住车了 然后我就直接收拾书包 然后直接就关门 直接出去了 就是不想待在家里了 因为感觉在家里又是争吵 又是很压抑的这个氛围 嗯 然后直接这后面 好几天 好长的时间 就是早上直接七点过 直接出去 晚上八九点才回来 就不想管家里的事情 也不想去说任何话 咋哭了呢 他爆发前 我不知道 我都过分了 他那么一说 懵了是吧 对 我就 有点复杂嘛 心情 他都那么说了 因为我们两个 平时没有什么大矛盾 然后我就是小吵小闹的 大家都不会说 你一会两个字 他提到那一句 他说我现在过得很悲哀 我都有点想 后面他就忍住了 但是我自己会脑补啊 然后我脑补出来 我就很难受 我就反思了一下 怎么就变成现在这样的嘛 然后我就认真反思自己 就确实是自己做过的度嘛 每次他想做个什么事情 我都打压否定他 那个时候我就想 唉 现在关系变成这样 也不是我想要的 就是我们刚才虽然在笑啊 但是你仔细去想想 我要跟你离婚 和他刚才说的两句话比起来 哪一句更重 他那两句话啊 你可以仔细去体会一下嘛 因为你说我要跟你离婚 或者我很恨你 这是一种情绪表达的话 但是我们很悲哀 我很后悔 这不是情绪表达的话 这是一种客观描述 就是内心已经沉重到了一定阶段 才会说这么灰色的话 对 你觉得悲哀吗 悲哀 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很悲哀了 对 就是你们俩是夫妻 你却挖人墙角 就说明两个人之间不互相信人 有些人说夫妻如果是同事 那我们进入同事的状态 就是互相竞争关系 进入夫妻就是相如以沫的关系 但其实分不清楚 很难分清楚 如果既是夫妻又是同事 最好不要有这样的关系 人分不清楚那么多角色 是的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反省自己呢 就是他说那句话之后 我就想 都是有一句话说以柔克刚 我就想我其实对他太刚了 他说什么事我都要刚他 我都说不行 那么当他跟我刚的时候 我就反思 我就说是不是我太刚了点 我应该要温柔一下 后面呢是年底的嘛 我就发一个朋友圈 就是总结一下我今年做哪些事情 刚好有一个同行的一个女老师 她也很优秀她在跟我点赞 她的老公呢也是我们同行 她老公这两年发展的越来越好 嗯 刚开始前几年的时候 我觉得还不如我老公 我老公这个技能水平比较好 嗯 讲课经验嗯 也比他多哦 但是透过那么两年的发展之后呢 被你打压的 她老公就越来越好了 嗯 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我就去问 我说哎 我发现啊你老公哎 现在他发展越来越好哦 嗯 然后他就说别说了 我现在就像他的小秘书一样 我鼓励他 我帮助他 嗯 他就说每一次他就是想要去谈什么合作的时候 我就不过问 我就鼓励他去 他甚至他出去要穿什么衣服 我都跟他搭配好嗯 然后我不工作的时候 我在家跟他还要做饭 哦 至少都是三菜一汤起 三菜一汤 对了 然后他还说像怎么节假日的时候呢 嗯 我都要跟他准备一下礼物 嗯 他是不用过问太多的 那你现在是不是这样吗 我现在就藏这方面靠拢 哦 现在呢 他要做什么事情 嗯 我就支持他 怎么支持呢 我说老公 我支持你 你真棒 我说可以的 去做这件事情 还有呢就是 他比如说 以前他发一个课程给我看 他的讲课 链接给我看 我都会说 这讲的不好 嗯 那个地方还要再优化一下 但是呢 他后面跟我发他讲课的时候 我说 哇老公 你怎么讲的这么好呀 就一下子太过了啊 然后我会说哪些地方哪些细节讲的好 哦 你一定要检查一下你吃的食物 哦哦 先来云真先试一下啊 真的 然后我就说怎么我老公 你长得又帅又优秀 我好幸福呀 我就是这么来了嘛 比如说 他那边他一地工作嘛 我就跟他点个外卖 然后点个水果 然后让他休息一下 他说他累的时候 我就说老公你辛苦了 你是我们家的顶娘住 但是他以前他累的时候 我不是那么说的 这么说的 他之前他有一次暑假连续四十多天 他都要上课 然后呢 从早上八九点上到晚上九点 他就跟我说一句 他说 哎 我觉得这段时间好累啊 我以前的话打压他的话 我就说你那算什么累啊 有一个老师我认识的 人家从早上六点过起来 上线上课 然后呢九点再去上线下课 晚上八点钟 结束了线下课之后 还要再去上线上课 上到十二点 你那个算什么累 但是后面 现在他跟我说累的时候 我说是的 确实不容易 老公辛苦了 爽吧 爽吧 现在 连续上四十多天说实话 还是挺累的 但是 我觉得如果有他的鼓励和支持 现在我觉得好多了 后悔吧 不后悔 现在不后悔了 这谁写的 就是我反思了之后 我改变 然后就写给他的 当做结婚五周年的礼物送给他的 我们在一起七年半了 今天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纪念日 给你写一封简短的信 直短情长 这五年我们有幸福 有快乐 有争吵和冷战 感情有浓有淡 没变的是我仍然爱你 仍然愿意和你携手到老 今年年初我突然明白 是我对你的要求太高了 其实你真的很优秀 大部分时候 我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并没有真正去深入了解你和你做的事 仔细回想了一下 当我抛开有色眼镜 去深入了解之后 心里真正的认可你 崇拜你 老公你真的很棒 是我和两个孩子的骄傲 这一夜是抱着小海交邪的 所以有点歪歪扭扭 我希望你以后能够多抱抱我 多夸夸我 多亲亲我 多牵牵我 多爱爱我 最后最重要的是 我爱你 我觉得这封信其实不矫情 没有很多撒娇的成分 而是他内心真实的写照 他真实的需求 其实夫妻之间有的时候啊 需要拨开自己的伤口给对方看 对 其实看了这封信 你感觉自己很有价值 以前我自我感觉 好像在他的这个 说了这些话之后 我自我就开始怀疑了 但现在通过他的不断肯定 我觉得好像我还是有那么优秀的 听一下三位老师 对两位记忆大师爱情的评价 二位好 乔老师好 老师好 今天美军是坐在那个之前席上 但是我今天特别想 站在美军的角度 跟泽金多说两句话 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女人才会很强势 不幸福的 就是没得选的女人 对 没有人可以依靠 只能靠自己的女人 她才会很强势 对 如果有人很宠她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女人 她是希望可以当一个小公主 撒撒娇的 对的 今天她到这儿来 我觉得从头到尾 她想诉说的 我能看到的就是 最后信上的那句话 老公你多抱抱我 多爱爱我 多重重我 她最开始说那句话 要让自己强大 我觉得她说那句话 她可能是信进去了 但是她所做的那些东西 她的目的 你并不是真的想让自己强大 她是想让你看到她 她就是想让你看到说 嘿老公我在这儿呢 你看看我很能干 我很优秀 我觉得她其实一直就是 希望从你身上找到关注 找到那份安全感 我希望你能够读懂她 如果当你读懂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能真正地感受到她的那份深情 祝你们两个越来越幸福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两位好 老师好 你们二位的故事让我特别感动 感动在于就是两位年轻人 其实都不自觉地悟到了 婚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自我成长 你看对于这位先生来说 我觉得她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 从刚开始你们在车站那儿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到后来我很后悔 但是没往下说 当她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时候 她在想的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的情绪是什么 而她并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是什么 但是当她说我很后悔 而停住了那一个停 是因为她在那一瞬间想到了 你的感受是什么 所以我们说婚姻当中的成长 情感的成长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除了我也能够看见你 这种美好也是你们未来幸福最坚实的基础 谢谢你们的到来 也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 谢谢老师 婚姻生活本来是相互成全的 你们搞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劳动竞赛 你要知道这个社会啊 活着不容易 我们会遇到很多压力和挑战 我们唯一团结的对象 就是自己身边那个最亲的人 所有人奋斗的目标 从家庭开始就是从我变成更好的我们 美军今天来 我的感觉就是你们即将成为更好的我们的一个起点 希望美军将来能够夸出一个好丈夫 你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想想你们能一定会活得更加的幸福 谢谢你们到来 谢谢 谢谢你来了 老公 对不起 其实你真的很优秀 我以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都鼓励我支持我 但是我以前做事情 你做事情的时候 我却否定你打压你 我一定会改正的 当你累的时候 我和两个孩子 就是你 温暖的感觉 谢谢老婆我爱你 老婆 没关系的 其实我也知道 你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 而且以前 因为我的情商比较低 对你也造成了很多的伤害 我自己也有很多过错 以后我也会花更多的时间 来照顾家庭 陪孩子 听说实话 遇到你 真的是我最大的心意 谢谢你老婆 我爱你 来我们来看看他送给丈夫的礼物 来我们来看看他送给丈夫的礼物 你一个乳胶枕 对 这个就是我要送你的礼物 一个乳胶枕 就是当你累的时候 你睡觉起来之后 你就会轻松一些 解压一些 我以前总是给你压力 希望你累的时候 然后睡了他之后就觉得很轻松 就像我们关系一样越来越轻松 谢谢老婆 我这段时间刚好睡眠不好 好 行吧 有的时候呢 你说夸他是要夸 但也别夸得过分 男人夸多了也会翘尾巴 这样的呀 是这样 好吧 就这样再见 谢谢 老公对不起 其实你真的很优秀 我和他这个孩子 就是你温暖的感觉 遇到你真的是我最大的心理 谢谢你老婆 我爱你 好的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 或感谢的话想要诉说 也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区 非常 Couple 微信 我们下期负 咱 Nav